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星期日晚发生的露天音乐会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至最少50人,超过400人受伤 警方说兇徒已经死亡 案发地点在拉斯维加斯大道的曼达雷湾酒店附近举行的露天香村音乐会 拉斯维加斯当地的大学医学中心发言人说,医院还正在评估很多被枪伤病人的情况,不过最少14人伤势严重 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警察局说被击毙的疑空是拉斯维加斯的居民,他的声明还未公布 警察局长龙博尔道说他们相信疑空独自作案 警方又表示,枪手看来在星期日晚10点08分从露天音乐会对面的曼达雷湾酒店的32楼向音乐会会场开火 警方进入他的房间后撞见涉嫌的枪手 警方说他现在已经死亡 又说警方正在寻找和枪手一起出游的女子玛丽诺丹利已了解案情 但警方还未能够找到他的下落 警方表示,死者当中有两名警察,他们在下班之后参加音乐会 据当地的拉斯维加斯评论部的报道说 枪手看来从曼达雷湾酒店高层的房间向下面音乐会的群众宿舍 一个音乐会的观众向该部形容,这个是一场恐怖的演出 站着的观众突然全部跌倒 而令据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观众所拍摄的音乐会片段 在乐队表演的时候可以听到自动武器连发的射击声 观众开始奔跑 有观众说枪声好像是机关枪,发射了超过100发 警方在10分钟之后赶到 931号公路丰收节音乐会从星期五开始举行3日 枪击案发生是在最后一晚 拉斯维加斯市长在推特上说 请为拉斯维加斯讨告,感谢所有到场的第一线救援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